继续 哦 暂时先不用约 亮着的 合约的问题我来解决 嗯 我这是在 哎 你好 我现在在哪个房间啊 哦 没关系 这个不重要 这样吧 一会我们在医院的大堂见 嗯 好 拜拜 我结束了 你继续吧 还想看 实在不好意思啊 那个 我今天出门忘记带名片了 回头我们真诚地认识一下 这位小姐 你知不知道 这里是我的办公室 这位医生 我想没想过 也许是缘分让我进来你的办公室的 怎么样 电话 微信 我都可以接受 来 看见凌日文了 当天还回当公室了 刚知道了 跟我来 这块儿 那边是 我说 其实是缘分啊 你什么也得 是缘分啊 你什么也得 看看 看看 什么好看的 别看了 看看 看看 是不是藏人了 让我看一眼 别看了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让我补 行行行 小姐 我走了 你好啊 我 我 我走了 继 继续啊 走了 你脸红了 你怎么害羞了 我都没害羞 对了 刚刚我指的是腹肌 我是说 你的腹肌很硬 谢谢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吧 这里是办公室 你不应该随便乱记 我不是随便进来的 我是因为有突发状况 突发状况 没什么 都已经过去了 总之 对于刚刚的事情 你就当作 是我一时无法控制 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就可以了 没有 我只能够 对美好事物的 你会有什么事物在 对美好事物的 你还真挺好看的 你扣子扣错了 陆总 高尔凡 是 你见过天使吗 陆总 高尔凡 是 你见过天使吗 陆总 我看上去像那种会被欺负的人吗 你今天表现得不错啊 那你刚刚说给我加薪是加多少 又轮到去说服那老头了 今天放你半天假 也行 谢谢陆总 听说你上个月莫名其妙地 要换公司的代言人 上上个月呢 公司的合作伙伴众目睽睽狼狈地 从你办公室里出来 我想请问你的相都去哪儿了 你究竟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老婆八卦穿错了 公司代言是女的 合伙人也是女的 我也是女的 我对他们不会这么没有礼貌 对你就不一样了 陆总是女的 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 生我的人是我妈 养我的人也不是你 你可能的确不知道 行 我不跟你那么多废话 收收心 准备结婚吧 我不结婚 你为什么不结婚 你这么大岁数了 一个女人你不结婚你要干什么 我聪明又有钱 我为什么要结婚 结婚对我来说有什么好 妈 妈 别偷听 聪明有钱就是不结婚的女人 你一个女人 不结婚不生孩子 就不是一个女人完整了人生 懂吗 你给我制定公司盈利目标的时候 可没说过这句话 没按历史是吗 你记住了 一年之内 结婚 结婚 生子 完成了还在外面 如果你完不成功 就算是全公司的董事 都全票通过了 我告诉你 我也有对英菲尼特一票 否定的权利 最没有资格否决她的人就是你 方宁啊 姐 在家吃饭吧 我亲自给你下厨 这要吃你做的饭啊 那么难吃 你看看你做的好事 姐 你别急着走啊 文斌 你听见你好女儿怎么说过了吗 连我她都不放在眼里 何况您这个董事长太太呢 法定后曼 您哪儿凉快哪儿卸款 姐 我 我那四百万真的还不上了 您就看在我是你亲弟弟的份上 再关心关心 行不行啊 姐我那钱真的没有拿去干坏事 我只是借出去了 你再给我一个月时间 一个月 五天 我再给你五天时间 如果你还不上的话 你这辈子别想拿到你的信用卡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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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记住一年之年结婚生子完成了环泽拜 如果你完不成的话 就算全公司的董事都全票通过了 我告诉你 我也有对英菲尼特一票否定的权利 陆总 董事长刚刚跟董事会宣布 要暂停英菲尼特项目的推进 好 我知道了 好 其实姐姐人生中 人生中的愿望也很简单 三十岁之前 有一个家伙 一个孩子 还有属于自己的家机品牌 老狐狸 我答应你 一年之内结婚生子 但你最好也信守承诺 不许在明日暗的给我使范子 还有我虽然答应你的条件 但不代表我认同你 什么叫女人就该有女人的样子 婚姻和家庭 从来都不是困住一个女人的理由 你给我听好了 女和命运 从来都不会是我的对手 下红人的事 老狗 我看你会有尽力 下红人的事 给这 游泳 你不是很难吗 孩子 我会有的 男人